沒錯 今天要搭乘牛西蘭航空 看著我們現在在高鐵站 我們現在要去搭飛機 好 我們到金城了 我們現在要去牛西蘭航空 Check in 櫃台 牛西蘭航空 在哪裡咧 這裡 在這裡 Piaola 就是毛利的 Check in 我是在睡覺 反正你怎麼起來了 繼續吃 出發前記得要申請限證喔 我們的提攬跟推車是坐雞鞭貨浴 Check in 手續之後還有這件事情沒做 現在要去換外幣 我已經有在網路上預訂好了 直接到台銀櫃台領就好了 沒有領很多 因為信用卡刷卡文書 我們剛剛本來要去搬出鏡的地方 結果可能跟我們說 我剛才說二號門 二號門是什麼呢 是優先碰到啦 這個 好不好我剛剛提了貨 因為有人害我 沒有辦法好好掛棉嘴便 這傢伙 討厭的傢伙 剛剛領的東西 幸好可以直接脾骨 不然我就給我買 誰叫他一下大便一下尿尿一下 肚子餓 考驗 我們現在來到118 紐浩的登記給 明明就剛出發我就覺得超累 為什麼 我先會這一隻 這一隻同學 看我多欠揍 他的拉高鐵來的時候 就開始在那邊鬧 結果我來這邊先炸個屎 炸個屎就算了 他的衣服還弄死 弄髒了 脆胸換尿部 還要泡奶 還要餵飽飽粥 那不知道我們剛剛做了什麼 然後就莫名其妙要登記了 你現在的感覺是什麼 啊 希望 這是最痛苦 其實我們現在也可以順利一點 真的 拜託你了 拜託你了 女兒 小松露 小松露同學 加油好嗎 加油 親愛的 準備登記喔 沛基在這裡 狗狗 狗狗 拜託 你說掰掰 快快掰掰 提膽掰掰 看好嗎 看好嗎 看好 是不是很累 還沒出來 連拍照都不很好拍 對 擔心你擔心你 擔心你擔心你 現在邀請 耶 因為我們發小孩 所以可以優先登記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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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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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開始進來這邊是好緊張 小朋友第一次看好緊張喔 誒 我們的位置在哪裡呢 超多都是紫色的耶 好酷喔 我們的位置到了 最後兩台 小朋友 你看 你現在好像有點開心 各位爸爸 期待嗎 好 希望他可以安靜一下 應該可以吧 該睡覺了 我們做的是Sky Coach 可以一次包下經濟艙的三個位置 中沙發對不對 然後這個是這個簡介說明 現在可以先閱讀一下 這次起飛之後會開始播放安全圈達影片 友房的安全圈達影片非常的生動可愛 機上還有免費的WiFi服務 可以無限使用 起飛的時候就準備讓小松露喝奶 會一喝就準備要睡覺了 雖然有一點點苦惱 但還是順利睡著睡一整路囉 準備起飛囉 看小松露睡得超香甜的 寶寶一下子就睡著了 飛機起飛穩定之後 風扶員就來幫我們安裝空中沙發的位置 還送上了寶寶專屬的安全帶 這樣就可以在經濟艙躺著背啦 然後就可以慢慢享用我的晚餐 居然有小美冰淇淋耶 視線預定有豐富的飲餌餐盒 甜奶 還有三種不一樣的蔬果泥 吃寶寶後機場就熄燈囉 空扶員看到寶寶睡著還特地提醒我 記得要打開電影 點些飲料跟餅乾 好好享受一個人的時光 有航空中沙發Sky Coach 是將三個經濟艙座位攤平的位置 超推薦親子客可以來搭乘 像我跟小松露就可以同睡一張床 先生175公分 一連連屈膝也可以好好躺著 娛樂設備的觸控非常靈敏 試試看餐飲服務 在飛機不穩定的狀況下都是贊同服務的 看看Flight Map 可以透過地圖的圖樣去看到我們現在飛到哪裡 我現在是在南半球囉 當地天氣也可以看到 還有一個奇妙的功能就是可以跟其他座位的人聊天 完了一下小松露還是在睡 結果我一直要吃早餐啦 有沒有睡得那麼香甜啊 果然他就是號稱的片雞票寶寶不是蓋的 在空中沙發上餵奶也好方便喔 看看外面的天空現在已經天亮了 害怕小松露 他還是沒有要起來的意思耶 最後直接把他挖起來 結果空中沙發就變成他的遊戲床了 看他那邊笑咪咪真是有夠可愛 媽媽覺得療癒心臟暴擊 降落時候空中沙發要收起來 這時小松露就要抱在身上囉 終於11個小時的航程我們直飛到了歐克蘭 順利降落 底下飛機就用背景把小松露飛起來解放雙手 奧克蘭機場迎接我們的是毛利人的雕士耶 分享一下就是我們搭完SKYCOACH之後 到了紐西蘭在轉機的時候遇到一些狀況 我們的飛行是從台北飛到奧克蘭 再從奧克蘭飛到往後鎮 那飛機上的時候空服員就會先發入境卡給我們寫 那入境卡上面的話主要是要填寫一些說 你有沒有帶一些需要檢驗的東西入境到紐西蘭 因為紐西蘭他對他們的自然環境是很尊重的 所以你帶任何一些東西他們都會非常在意 入境卡上面上就問你說你有沒有攜帶什麼肉 或是攜帶什麼花啊種子之類的 那就是你過海關的時候會有兩條通道 一條是申報的通道 一條是未申報的通道 那主要猜在哪裡呢 就是如果你今天你有帶一些他們care的東西 你就必須要走申報 比如說我們這趟旅程我們有帶寶寶舟 那他可能會對你寶寶舟裡面的一些成分啊 會有疑慮 你就必須要走申報這條道 什麼成肉 如果我帶那個南瓜的咧 南瓜應該就不用吧 但是肉類 反正那種他們 你還是走申報比較安全 應該是說 肉是一般的肉 或是肉鬆好像也不可以 軟罐頭包裝的這種寶寶舟就可以 Baby food好像比較 他們比較不會刁難啊 對對對 因為我們帶寶寶 所以你就是跟他們講說是Baby food 然後給他們看他們其實都還好 但是申報就是會超久的 因為會過好幾關 遇到有一群團他們那邊 就有一個導遊就說 如果你們都沒帶這些 我們就走衛生報 他們就超快就出去了 可是如果你走衛生報 但是你實際上沒有 比如說帶什麼 韓肉的泡麵 鳳凰酥 鳳凰酥裡面是有很淡的那種 那你就會被抓啊 你就是400牛幣的錢 很貴 對啊 所以我們還是保守走申報通道 還有一個人啊 就是說他講說帶一些零食去吃 然後是米果類的 那他一直想說 米果這個東西不知道怎麼解釋 然後帶去紐西亞那邊 你們現在海關覺得好像是種子類的東西 就被丟掉了 還有藥品啊 藥品他們也會砍 如果你的藥袋上沒有帶 你只帶藥的話 你的藥品也會被丟掉 這次去兩個禮拜嘛 然後有帶那個寶寶的備用藥 大人的備用藥 我們都特地把那個藥單留著 如果你沒有出事那個藥單的話 他們其實也會有些疑慮 而且你不可以帶太多的分量去 好像我記得只能帶一週或兩週以內的藥品分量 超過的話 一樣是會被拒絕帶入境對不對 還有那個啊鞋子啊 登山鞋 或是登山帳 就有關一些戶外用品的東西的話 你都一定要走申報櫃檯 比如說我在過安檢的時候 海關就問我說 你有沒有帶鞋子啊 我就說有有帶靴子 然後他說那你的鞋子有沒有去登山過 我就說沒有登山過 他說你在哪裡走 我說我在就是大概市區就是走走晃晃這樣而已 他說那你有洗過你的鞋子嗎 我說欸有啊 然後他就說那你的鞋子又洗得跟新的一模一樣嗎 我說有啊 然後他這還就是在我的那個入境卡上面點了一下 然後代表說這個就是過關 就是他已經問過我了 你在重新開箱的時候 你不用去拿你的鞋子起來讓他檢查 我就有聽到人家說 他們的鞋子是有申報他有帶登山鞋 但是他說他沒有把他的鞋子刷乾淨 因為他有申報的關係 所以在海關幫他開箱的時候 他有幫他把他的鞋子拿起來刷洗乾淨 直接放他過去 但是如果你今天就是走衛生報 然後被看到你的鞋子上面有泥土或是髒髒的話 你就是直接再被罰400牛逼喔 400牛逼是超貴的喔 就是你有帶這些東西 讓他們直接去檢查 這樣是最安全的 因為你有撐爆的話 他們檢查過 他們就不會再罰你錢 會跟你確認這個東西是不是需要丟掉的 那如果OK沒事的話 你就可以直接帶入關 就像剛剛說的鞋子一樣 你可以直接 他們幫你刷鞋子之後 你就可以帶進去了 那他們所有刷鞋這個動作 主要是因為 他們怕你的鞋底裡面會有種子 怕你距離一些山區啊 走路的時候把那些種子 沾染在你的腳底 然後帶進他們的境內 紐激然純激然國土就會受到污染 對 所以他們對他們激然環境是非常的保護的 那接下來我們花了一些時間 檢驗完之後 在奧克蘭轉機嘛 那這時候我們有把我們的行李箱 都拿出來 重新做check in的動作 因為紐航的航空櫃台它有 自助報道櫃台其實還蠻方便的 紐航國內線航班很多 然後他們的櫃台也開很多 所以他們自助櫃台報道區啊 都非常的快速 等於是轉機很流暢就對了 唯一的缺點就是 你要從國際線走到國內線的時候 蠻遠的 我覺得蠻遠的 然後途中 我們又遇到台灣過去的旅行團啊 其實是有巴士可以搭的 但是那個島就說 我們等巴士可能要等20分鐘 但我們走過去又15分鐘就到了 搭巴士20分鐘 但是你等你可能不知道等多久 所以這個時間會比較長一點 因為會遇到室外 所以建議是說天氣好狀況下 用那些經理推車 然後搬行李箱都放 然後直接推過去 就走一點點路這樣子 所以我覺得還不錯啊 欣賞一下奧克蘭的大概四季 呼吸一下紐西蘭的空氣洗肺嗎 洗一下肺啊 就是到了那邊之後就先洗肺 對我們這次趟是在紐西蘭洗肺的 沒錯 紐西蘭空氣真的好 然後會有人問我說 就是在紐西蘭境內轉機的話 應該要安排多久的時間 第一個搬機抵達紐西蘭到下一個 你要搭去比如說皇后證 或是基督城的搬機 你中間最好隔三個小時 也許你今天安檢過得快的話 你可能一個小時就可以完成轉機的動作 但事實上 如果像你們遇到說 把那個行李箱搬開 然後又要找東西 然後確認有沒有問題 那我覺得你最好拉到三個小時先 我覺得三個小時先 對我們來說還蠻充裕 我們還要餵寶寶吃東西 然後慢慢換個尿布 在這邊休息一下 然後才到我們轉機時間 如果兩個小時是緊繃啦 就是不要兩個小時裡面就對了 我覺得就是你抓兩個小時以上 會比較好 像我們有寶寶我就覺得 抓三小時會比較有保險 我們從奧克蘭飛往皇后證的時候 可以發現就是到皇后證之前 這段路非常的漂亮 因為就是皇后證的山景跟它的湖景 就是很美很厲害 但是皇后證機場它有一個缺點 說缺點嘛 因為它地理限制的關係 其實所以它的機場的跑道非常的短 所以你會感受到 其實它在下降的時候 就是非常的急迫 而且好像會因為有一些機師的經驗不足 導致它的機場下降的時候 沒有下降很好 然後可能又突然又起飛 導致下降不順利的狀況 所以我在出發之前就會很緊張 因為我們去的時間是入冬之急 有些人說皇后證的機場 它很容易跑道會有薄滅的狀況 那時候也是沒有辦法去降落的 我就看到有一則案例就是 沒有辦法正常抵達皇后證機場 所以扭航就直接送他們了 皇后證一日遊的行程 送他們住宿啊 好像還有交通 然後說一些 不知道是有沒有那個餐費 然後讓他們在皇后證再休息一晚 然後隔天再搭飛機這樣子 對所以就是在皇后證起飛降落 會有一個年小小的風險 就是你可能會延避你的飯吃 你上網查的話 可能就還會有一些這樣的案例 但我們那天是還蠻順利的 就沒有想像中誇張 有人反應過這樣的情形 那不一定會遇到 因為皇后證它機場 它只有一條跑道 是你也只能 有時候可能會是delay的狀況 如果大家都delay 就那邊算 對飛機來說是比較不好飛的機場 然後我們皇后證之後 就遇到一個更尷尬的事情 就是我們的 推車不見了 我們行李都拿到了 然後那行李轉盤都跑完之後 然後我們推車跟某某體驗都不見了 我們等很久 發現大家都走了 只剩下我們還在 他皇后證旁邊 有一個行李服務的櫃檯 那我們就去問那個櫃檯 為什麼我們的娃娃車沒有到 他查了一下 就跟我們說 我們在歐克蘭的時候 就必須先把我們的娃娃車先提出來 跟我們的行李一樣提出來 然後再轉國內線 但是我們以為是 他在台灣都幫我們安排好 直接國際線換國內線 所以娃娃車就這樣不見了 對 我們也會直掛 因為我覺得娃娃車跟提台好像很無害 Trek Ingo還跟我講說 我們的推車們會直接直掛到皇后證 我以為直掛的意思就是 推車跟提台會直接到皇后證 但蘇布斯他的直掛是 沒錯 我們會直掛 但是跟行李一樣 我們在歐克蘭也是要把推車給你出來 然後過檢疫 我們才可以再直掛過去皇后證 不過他們人蠻好的啦 盡全力協助我們 讓我們娃娃車在坐 好像是下下班的歐克蘭飛機 再飛過來皇后證 就等於說我們大概四個小時之後 必須再回來皇后證的機場 拿我們的皇后車跟提台 所以我們那時候就是先回飯店 因為我們那時候其實有兩個選擇 一個就是在那邊等 但是皇后證機場其實很小 就沒什麼東西 所以我們不可能在那邊等四個小時多 然後就是為了等皇后車來 那那時候有點餓 所以我們就決定選擇另外一個方案 就是我們先進到市區 去我們飯店休息之後吃個飯 然後再回來皇后證機場 去領我們的推車 皇后證機場大概跟台南高鐵站差不多 沒有什麼好逛 稍微多一點點東西 不過幸好那個皇后證機場 離市區是很近 我記得搭 搭公車可能20分鐘 對如果你直接搭計程車 你可能10分鐘就到了 但是你搭公車的話 你只20分鐘 所以我們就是 先把我們的一批行李 先拿去飯店放 然後回來去 我們的推車 然後大概回去這樣 所以你是回來之後 推車上面只有三個輪子 後來還好那個送行 送花車來再把一個輪子補回來給我們 後來那台花車大概就沒用了 不然我們這樣就GG了 我們就要帶紐箱 他們買一台推車 這邊要提醒就是 因為我們那時候整台花車送上去 沒有把它裝袋 所以輪子掉出來 還好他們有幫我們錢 所以如果之後有要拖運花花車 還是要裝袋 拖運會比較保險 因為你很難難保 你什麼零件會突然掉下來 我們第一集是搭乘 紐西蘭航空 台北直飛奧克蘭 再轉飛國內線到黃厚鎮 到這邊 那我們再來 大概有總共是15天的紐西蘭旅程 那就下期見啦 bye